2024年最值得期待的Switch游戏盘点 进入2024年基本就是Switch主机的生涯末期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甚至能在24年看到任天堂的新主机面试 不过即便是生涯末期 Switch平台明年也有诸多值得期待的新游戏 下面就让宋豹君为大家盘点下 2024年最值得期待的Switch游戏吧 第一款《圣兽之王》 来自香草社的全新策略模拟RPG游戏 在13机兵防卫圈后 不算高产的香草社终于要出新游戏了 本作是一款在打倒邪恶的旅途中 与同伴相知相遇描绘超王道冒险奇谈的幻想SRPG 兼具香草社独树一席的高清晰画质与角色设计 奉上高自由度的大地图供玩家探索 并搭配提供全新体验的策略模拟战斗系统 本作继承90年代的SRPG名作特有的厚重感和战术性的元素 同时加入本作独家战斗系统 在线对战等今年可可实现的功能 为玩家带来怀旧与创新并行 独一无二的游戏体验 游戏将于2024年3月8日发售 支持中文 第二款逆转台判456王尼喜精选集 本作是逆转台判系列的三部曲合集 完整收录了逆转台判456三部作品的全部内容 以新人律师王尼喜法界 与传奇律师程不堂龙一为主角的故事 将完整呈现在玩家面前 游戏不仅对画面精细度做出了提升 还加入了能欣赏配乐的交响乐团大厅 与可以查阅设定图动画等内容的影音工作室功能 无论是新老玩家 都可以借此机会 再次领运逆转台判的独特魅力 游戏将于2024年1月25号发售 支持中文 第三款碧姬公主表演时刻 本作是由碧姬公主担当主角的全新动作冒险游戏 碧姬公主一行人来到了参观剧场 这里有多个舞台正在上演 此时贵仆剧团突然出现 占据了整个剧场 为了拯救演变成悲剧的舞台 BG毅然决定对抗贵仆剧传 游戏中玩家需要运用 从守护剧场的妖精斯特拉 获得了断带的力量 帮助舞台上各个有困扰的人 并和挡住去路的贵仆剧团的手下对战 前往舞台的特殊区域时 BG便会变身 身穿与舞台合衬的服装时 BG的能力亦会有所变化 像是以华丽剑技迎击敌人的剑士 搜集证据找出犯人的侦探 此外还有高点师和功夫高手等 有着各式各样的服装 可让BG便身 游戏将于2024年3月22号发售 支持中文 第四款《波斯王子失落王冠》 本作是时隔多年推出的 《波斯王子》系列最新许多 在这款风格独具 又惊险的动作冒险平台游戏中 你将扮演主角萨尔贡 掌握灵活战斗风格 并解锁新的时间能力和独特技巧 从手持双肩的勇猛青年 一步步成为非凡的传奇人物 使用你的时间能力 战斗和平台跳跃技巧 来施展致命连击 击倒因时间而腐化的敌人 与神话生物 游历受到诅咒 且充满非凡地标的 波斯风格世界 探索各式极细微的生物群细 每个都有其专属的特性 奇观和危险 运用智慧破解谜题 找到隐藏的宝藏 同时完成任务 以更加了解这个遭腐化之地 透过引人入生的原创故事 沉浸在波斯神话的幻想世界 游戏将于2024年1月18号发售 支持中文 经典迷宫RPG系列新作 继承与历代作品相同的游戏特色 以3D画面呈现 本作的舞台背景 设置在沉顺了许多宝藏的蛇圈岛 风来人西林 与会说话的右手酷帕 将在这座岛上迎来全新挑战 游戏还加入了全新的网络联机功能 风来救助 玩家在探索迷宫时倒地 可以向其他网友求助 只要获得救助 就能原地复活继续探索 游戏将于2024年1月25号发售 支持中文 《天堂》在NJC平台的经典游戏 纸片玛丽欧千年之门的完全重置版本 作为上次直面会的压轴大作 老人对本作还是非常重视的 玛丽欧收到B级公主寄来的一封写着 请帮助我寻找宝物的信 而来到了恶棍镇 但在当地却找不到B级公主的踪影 为了获得B级公主下落的线索 玛丽欧探访镇长长期研究宝物的富兰克林教授 从他口中得知千年之门能通往宝物所在处 但必须先收集七个星之时 才能将门开启 玛丽欧由此展开了冒险 《千年之门》 开成纸片玛丽欧系列口碑最强的作品 此次可以完全重置 新老玩家都能好好体验这款经典神作的魅力了 游戏将于2024年年内发售 支持中文 第七款 路易吉洋管2 HD 3DS平台的经典游戏也移植到了Switch平台 与三代一样 玩家依旧要操作可爱的路易吉 探索充满意外的鬼屋 用手中的吸尘器解决到捣乱的鬼怪们 游戏还收录了支持四人联机 同心协力去击退鬼怪的恐怖高塔模式 可以和朋友一起开心抓鬼了 游戏将于2024年夏季发售 喜欢鬼屋系列的玩家 不要错过哦 第八款 魂斗罗 加鲁加行动 家喻户晓的魂斗罗系列最新作 本作是1988年上市的初代魂斗罗的完全重置版本 游戏提供了强化的武器系统 新的游戏机制 还有新登场的敌人和关卡等等 升级为符合现代水准的游戏体验 在重启后 更加广阔的魂斗罗世界中展开新的剧情 经典的正统魂斗罗登场 游戏的剧情模式支持双人合作 接机模式更是支持四人合作一起游玩 这游戏叫上几个老朋友一起玩 一定会很开心 游戏将于2024年年初发售支持中文 好了 以上就是目前已经公布的 会在2024年发布的新游戏推荐了 当然 还有四只鸽这样的万年金字户 连续几年推荐却一直都没出 本次就不再赘述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年更多的好游戏吧 这里是主题游戏粗暴 我是你们的粗暴军灵旭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